所以有的時候我不知道說到底我的電腦會不會被微軟給竊取一些資料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後門程式微軟的後門程式 我是比較建議你可以把它停用 那停用的方式很簡單就直接怎麼樣在上面點兩下有沒有 這邊把原來是自動把它改成以停用 按套用按確定就可以 這樣的話呢他就不會自動更新了 那你會想說到底需不需要自動更新 其實我自己自己的使用新的我覺得 其實好像有沒有更新 有一點點差啦但是差沒有很多啦 差沒有很多如果你今天你用的其實也不是正版的話 那建議你不要更新不然很容易就被鎖住了 一更新就沒辦法開機很多人都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第二個需要我是建議你們第二個可以關掉是這個 Automatic 下面還有一個叫做 叫Background 有沒有 這個叫做Intelligent 就是 Transfer Service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Background 就是背景 智慧的傳送服務啦 背後傳一些你不知道的東西給微軟 的一個服務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後門程式 那我大部分呢如果不用的話我也會把它怎麼樣 像這邊有以啟動 我建議是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以停用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呢 手動 所謂手動就是說呢你需要用到它的時候呢 你再去把它啟動 你不需要用的時候呢你就把它關閉 這樣也可以啦 比如說這樣套用 那就把它停止 這樣的話呢 其實 於是 這個